披荆斩棘第三季真是让下综艺节目里的热度扛靶子了 每次更新都会引起不小的争议 果然 要乱会搞事情 那还得是芒果台啊 而这一季节目里的哥哥们最招人烦的代表之一 那显然是马博迁了 没什么实力跟代表作 偏偏一副全天下我最牛的模样 他不挨骂 谁挨骂 前期个人喜爱度遥遥领先 但因为路人员暴跌 节目组似乎放弃了强捧这位哥 镜头少得可怜 几乎是边缘选手的存在 不过 即便是没有马博迁 剩下这二十多个哥的也不消停 眼下观众就发现有四人表里不一 说话做事都相当败好感 究竟都有谁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单非成功的 张远 被观众怒骂 绿茶 挑拨离间的一把好手 原本张远离开0713的几个兄弟 转头去抱王耀庆的大腿 就已经引起观众的不满 但既然是选秀节目 各自为利益而战 也无可厚非 但你不能抛弃完兄弟 还回来搞备刺吧 当陈楚生部落选择同盟时 队长想找罗杰夫 王立新想选王耀庆 两人都有着自己的考量 但这也是他们这一组的事情 还轮不到张远插嘴 可看到王立新因为陈楚生没问他 就决定跟罗杰夫对同盟 本来就有点不乐意 旁边的蔡国庆打着圆场 有事可以私下沟通 但张远欠欠地跑过来 直接来一句 你去上了各厕所 他们已经决定了 还跟别人解释说 他王立新没在的时候做的决定 好家伙 你是懂滚火的 这个时候又化身之心好兄弟来多管闲事了 戏太多 而且莫名其妙的高人气也让观众质疑他是隐皇 当初与0713抱团取暖赚来的路人员都要败光了 没想到吧 唐宇哲居然是这样的人 其实在前期节目里唐宇哲的人气太可以 有偶像居滤镜在身上 为人低调 业务能力也能看 但最新意气中他的本性暴露了 事情起因是同盟解散 他与宝石老旧率先出去选择其他队伍 在瘦子和阿普选择林志颖阵营 李九哲去陈楚生部落后 只要唐宇哲跟宝石也跟着去找陈楚生 那么谁也不用被拆分开 因为剩下的两个名额刚好在胡彦斌阵营 这样罗杰夫和蛋壳就能继续在一块了 总的来说 就是最符合所有人心意的一种组合 但面对胡彦斌抛出的橄榄枝 唐宇哲动摇了 更离谱的是 本来第一轮选人的时候就应该罗杰夫先出去 但大家说话两两组合 唐宇哲他们出去试探情况 这才让前者安心等待 这回好了 罗杰夫和蛋壳也遭到兄弟被刺 而唐宇哲却不提自己自私自利 反而觉得是陈楚生邀请自己没诚意 他觉得胡彦斌更需要自己 这一段看的人忍不住拍手摇头 原来浓眉大眼的唐宇哲才是节目里最虚伪的哥哥 队友的真心终究是错付了 不难看出 P哥三没有重量级老大哥坐镇 否则也不会让王耀庆成为哥哥们的追捧对象 要论唱功 他也就是年会领导的水平 要论台风 这种中老年广场舞的风格也不怎么样 但他就是排在陆毅 林志颖等哥哥的前面 平时还要装出一副很厉害的样子 也不知道在赚什么 新一期的选歌环节中 王耀庆再一次展现了他的迷之自信 每一次出牌比拼火力值的时候 他都露出那种运筹帷幄的表情 可最后的结果居然是选择了一个没有人选的歌曲 飞着半天进演啥呢 更可笑的是 王耀庆一顿操作猛如虎 最后剩下的火力值也排不上号 这种狂妄自负的态度自然没办法引起观众的好感 越看越招人烦 作为节目里的外国哥哥 罗杰夫是批哥系列里最莫名其妙的一个人 既然是来参加中国的选秀比拼 最起码也应该会几句日常用语吧 上一季的麦克 还有隔壁浪节里的美伊里亚 他们也都是前期中文不太行 但随着节目的录制 逐渐能够跟其他人正常沟通 重要场合也是使用中文讲话 再看罗杰夫 节目都要接近尾声了 平时跟哥哥们说话还是需要别人迁就他去使用英文 到底是谁惯的臭毛病 而且新一轮的同盟解散后 罗杰夫就跟成了流浪孤儿一样 彻底对这个节目丧失了斗志 成天在那里装忧郁 咋的 不乐一路就走 搞得谁欠他似的 每次舞台的歌词都唱不明白 日常交流也有问题 刘罗杰夫还不如刘品贯 胡冰等人呢 更何况他就算跟前队友分开了 也应该为贤队友好好考虑 一个人摆烂拖累整个同盟 好家伙 挺大个人还有公主病 看的人恨不得原地淘汰他 P格三真是让观众看到了哥哥们的物种多样性 有人虚伪 有人狂妄 还有人会暗戳戳地搞事情 或许这样的行为能够为节目制造很多话题 能够获得一时的热度 但如果真的抱着这样的想法出镜 那路不就走窄了吗 作为演员和歌手 路人员永远是最重要的优势 其实踏踏实实地参加比赛 像路易 胡彦斌 林志颖 陈楚生这些哥哥 不需要去额外搏眼球 靠着自己的努力去披荆斩棘 扎要能获得满堂彩 希望节目里的凡人精们能早点意识到这个问题 让你披荆斩棘 不是让你来当闲眼包的 眼下节目马上要进入半决赛了 下一次的舞台选举也有很多可发挥的节目 相信只要哥哥们用心去呈现节目 还是有挽回口碑的机会的 那么你在节目里最反感的哥哥是谁呢 下一次的非美台选举 Nova